今天在說今年公司發了後 第一次就沒有六處零層 不太多 有民眾是覺得說 這起身只有三萬三 條件實在是不太好 今天三夾工會是建議說 在雙關正教的加急和頂貼方面 應該就要提款 現在今天是暗算這個月的月底 會來幾月第二禮拜的就好 今天百年六點這麼多 今年完蛋公司發了 迎接新的起床 嚴股公司發了第一邊高興的 照顧新人要找九百三十多人 但是方問了 加速刷這個人七百五十多人 不如有機 尤其是台東團電機聯盟 按算要找七個人 找一個人來報名而已 而且也沒有扣掉 對這邊照顧 上級薪水一回是三萬三 有民眾認為 也有專業而且要配合輪班 實在是不太好找人 現在生活成本那麼高 上萬三在臺東也很難很難生活吧 比較不接受 還要顧家庭 而且薪水又又很少 上萬三現在基本上外面一般的工作 都已經超過這個薪資了 台鐵跟他們做了變成不是說無緣 雖然跟一般的行業來比 但是剛才一回事 是比人家庭 台鐵三十天會說 我們有電汗 國公司 都官司等相關的政調 在入口是加分的條件 不過來到台鐵 這可能是有專業無人好家庭 我考了這麼多證照應該可以跟我的雇主去面譯來去這個磋商我的勞動條件 但是這件事情在台鐵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們會非常希望台鐵如果希望能夠有更多人才進來 而且穩定且長久的在台鐵工作的話 其實應該要去思考我們怎麼樣在證照跟今天上面有所提升 第一次回應說 台東電力團不夠硬的部分 中華友過年代替露特庫接受訓練 急救相關人員 先調派影響 並且在今年四月代中華人員報道了 隨幾位第二面科技 繼續增加能力 不過工會認為如果是誘因無增加 可能會找不到人 那就是就算找到人也點不夠 記者綜合報道